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商品的列表的一个展示 商品列表展示呢,它其实展示的是某一个分类下的商品 它并不是展示所有,只得展示某一个分类下的 所以需要根据一个分类的ID作为条件去查询 那首先呢,对应的先检查一下有没有对应的模型 要查商品的数据 那模型其实我们应该是已经有了 在Corement下,Mod下 那基本上商品的模型都有了 然后呢,再去创建一个新的控制器 PP-Sync,Make,Ctrl 一个Home下的,我们叫一个固子的控制器 但它里面呢,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方法 默认直接回车的话会有七个方法,我们也不需要 我们需要什么方法,自己去加 加个刚刚分类 创建好之后 让这个固子控制器呢,也让它继承那个BASE 注意,都别忘了继承BASE 你如果不继承BASE的话呢 页面会给你报错,会找不到那个Category那个变量 你不继承,但是呢 它用到这个NELT,NELT里边就要用到这个变量 它就会报错 加上第一个方法,这是分类下的商品列表 列表 Tapnic 方形 我们就叫呢,Index这个方法 然后呢,它会传过来一个主件ID值 这么可以呢,接受一下这个ID值 比如我直接放在这个方法的参数上,直接接受一下 然后根据这个ID值 我们这个$ID呢,它是这个分类ID 我们根据它去查询这个商品 $List 等于App Comen Model 这个固子 Ware条件 就是这个分类的ID 商品表它有一个CatID 要是这个$ID 然后查询多条 我们这里还要做分页查询 因为商品数就,分类下的商品也会比较多 所以做个分页 那就用呢,PayGelate 这个方法 传个每些显示,比如说10条 但这个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商品的列表 那个模板 这个模板呢,还没有整合啊 所以要重新整合一下 前台模板 配置试 列表页呢,是那个List 这个模板上呢 看看每页显示几条比较合适啊 它这里现成的分页呢 是每页显示模板10个 那你至少呢,你变成就是5的这个位 会比较合适 那每行5个,那我们就显示10个 然后呢,查询这个数据的时候呢 可以给它再加上一个那个默认的排序 order 比如说我们按照ID呢 DSC 把最新的商品 最后添加的商品呢 放在最前面去 那这是根据这个分页ID去做了一个分页的一个查询 然后做一个变量的复制啊 或者渲染模板 比如说我会把它改成呢 就叫index 然后做一个变量复制 这有个list 多了list 然后接下来去整合一下这个模板 那这个整合模板呢 会就是比较简单一点 这个基本的操作 把这个list的点去里面 拿到我们的项目当中 项目目录下 到application 到home下 vue 创建一个子目录 叫做这个固子 放在里边 我改个名字呢 我就叫这个index 但不改也行 不改呢 就在控制器里边呢 就把这个名字叫做list就行 然后去修改一下其中的代码 把页面上这些公共的代码给它去掉 从第一行从头部开始啊 保留一个title 这个order.css不要了 order.js不要了 然后博底当中呢 一直到那个页面顶部的这个dv 这个不要了 然后保留主体的部分 有一个dvclass是min的 然后呢 把这个底部栏位 侧栏面板 构设单元格 到后边都删掉 就保留主体部分代码 将这个路径呢 替换掉 static到后面下 css 然后gs找一下 还有没有 没有了 找一下图片 有没有 那页面上肯定有图片 注意这里这个图片呢 替换的时候 注意一下 后面有个下滑线 有这么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是正常的 确实目录 我们有一个名字 就叫下滑线的一个目录 所以这个呢 看到了 别好奇 别把它改了 不是你多小甩的 本台就在 然后可以访问一下 访问一下我们这个页面了 比如从 从这个分内跳过去 比如跳到手机的分内 没了 点快了 就跳转到了我们的商品的立表页这个方感 传来的ID是72 然后展示出来的页面呢 现在还是静态页面 我们没有去改里面的数据 所以接下来去输出 便利输出我们的商品 找到页面当中呢 显示商品的地方 前面这是很多的是一些筛品一些搜索条件 找到显示商品的地方呢 是在一个 DIV叫 固子list的这个DIV里边 找不到的话 可以从页面上去找 页面上你去查看 看包含着这些 这些商品的 外面是一个什么标签 就外面是一个大的DIV DIV里边有个UAL UAL里面是ALI 一个ALI呢 就是一条数据 就一个商品 所以我们却找到这里面的ALI标签 保留一个 然后呢 便利输出 再把它折理一下 保留一个就行了 for each dollar list as dollar for each 然后里面要输出的呢 其实要展示的信息啊 不是很多 首先有个nogo图片 然后有一个价格 有个名称 后面的东西 我们当然都先不管 是什么促销活动 我们没做 这个也有多少评价的 我们没做 不用管它 所以主要就显示 一个nogo图片 一个价格 和一个名称 那找到对应的位置 这个A白圈里面 是个MG白圈 MG是nogo图片 所以输出这个dlv里面的 gooz logo gooz logo 那前面有个A标签 这里点击呢 就是要进入到商品的详情页去了 我们把地址给它改一下 URL 也是自己再重新定义一个地址 比如说到后面模块的 gooz控制器的详情页 我们叫一个detail的方法 那到商品的详情页 就需要传一个参数 ID是多少 到哪个商品的详情 所以后面再写一个ID参数 是dlv里面的一个主件ID值 那注意这里面写的时候呢 这个小号一对闭合 这个中国号也是一对闭合 引号呢也是一对一对的 再往后面找呢 是那个价格 价格在这 这是dlv里面的gooz price 再往后面是商品的名称 dlv里面的gooz name 就可以了 别的东西呢 暂时先不管它了 看一下阶面的效果 那这是我们从数据表里面取出来的这个商品 我们自己添加的一些数据 然后后面呢 还会有一个这个分页的效果 分页呢 它页面上是有一串 这个分页的代码在这 往后找啊 它有一串的这个dlv class是fr配件 里面有一个dlv 再有个dlv 里面是url 那我们自己的这个分页功能 我们这个dlnist的 这个dlnist的呢 我们可以打印看一下 它其实是一个分页对象 它外面是一个分页对象 是这个sync下的 payslator下的 一个driver下的 一个putstrap 这么一个对象 那它里面其实包含了 有很多的数据 有查证到的这些数据 然后也有呢 这个分页的信息 我们直接去呢 调用它的一个render方法 在页面上调用它的render方法 它的render方法展示的数据呢 就是一个html代码 是urli的这种结构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 原来页面上的urli呢 给它替换掉 包括它后面会有一个什么 倒计几页啊 什么确定 这个呢 我们暂时也先不做 因为我们框架当中的分页呢 它没有给我们封装 我们就先斗标 就保留一个F2的配置的DIV 和你每个DIV 在这里调用dora list 它的一个render方法 输出这个分页栏代码 然后看一下效果 前面我显示失调 后边呢有这个分页 13457 还行 还能用 这个样式呢 也没有乱掉 所以直接就用这个样式就行 它是页面上本身写了 有一套这个分页的样式 那刚好呢 我们现在这个结构呢 能用上 和我们这个TP框架的分页 它能用上 那就可以了 我们暂时先用它这个结构 点击到下一页 就传来一个配件 就到下一页 当然我们的数据呢 有很多都是那个测试的数据 所以页面有的地方呢 比如可能会显示的有些问题啊 比如图片不出来的 或者说呢 像后面这应该是我们的 那个名称 太长了 可能会产生一些 这么一些覆盖的东西啊 那这个我们暂时呢 先不管它 先能够展示出来 这些商品就行 比如像前面的这些名称呢 就没问题的 本身比较短的 当然如果要解决 这个名称太长的问题呢 我们是需要去做一个 截取的限制 或者说在前端 写样式去控制的 就名称太长了 就不让它往后展示了 那这个我们暂时先不管它 页面的效果呢 暂时先不写了 这是商品列表的 一个基本的展示啊 就是商品的信息的展示完了 那回头我们 如果再继续看的话呢 上面还可以展示一个东西啊 就是因为当前 是某一个分内下的商品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分内名称 展示出来 这前面是有这个分内名称的 那如果要查询它的分内名称的话 就根据呢 传过来的这个分内的一个组件ID值 找一下这个分内 就是取到分内表的一条数据 分内表啊 找到某一条数据 它里边是有呢 分内名称的 也是有呢 这个PIDPathName的 就是它的加速图谱的这个名字的 我们这里可以呢 显示详细一点的话 可以把它这个加速图谱的 就是从一级到二级到三级 把这个结构 也可以把它展示出来 你展示的简单一点的话呢 就取它自己的名称就行 所以我们这里去查询一下 这个分内的信息 查询分内信息 这上面是呢 查询的是分内下的商品 我取分内的信息 这个cat inf 注意呢 在这里不要再取名字呢 叫做那个category 因为这两个变量呢 会覆盖 同名的话会覆盖 因为我们那个固字控制器 它是继承的是那个bass控制器 那如果你在后面用这个catinfo 你把它复制到页面上去 主要是你把它复制到页面上去的时候 如果写的是都是category的话 那后面的变量会把前面覆盖掉 因为我们的视图页面 最终其实是同一个页面 所以这里我换一个名字 NVP comment model category 猫猫猫猫 查询 find 查一条 doraid 就是分内id 直接取一条数据 然后把它呢 也放到页面上 catinfo 然后那这条数据里边呢 它会有这个分内的名称 或者说它的加速图谱的这个名称 pidpathname 所以到页面上呢 直接去找页面上方有那个展示分内名称的地方 宣布结果 正能手机这个位置 把它换成我们这个catinfo 分内信息的 它的比如pid pathname 比较这个 换成它 看下效果 就显示的是呢 手机运营商数码下的一个手机通讯 但这是负集的 是它所有负集的 再加上它自己的 它自己的是catinfo下的这个catname 它中间呢 你可以呢 放上一些分割符 都行 我这暂时呢 放的是一个困格在后边 那前面显示的是手机运营商数码 这是它的一级分内 那我们的pidpath中间呢 是默认用了一个下方线分割的 再后边呢 是手机通讯 再后边呢 有个手机 那我们比如也用个下方线的话 我就在这放一个下方线在这 那就一个下方线可开 中间这个小东西呢 不管它 这个小东西呢 是怎么来的呢 数据表本身就有 然后呢 是之前我从这个别的网站 去爬它们的数据的时候呢 爬下来的一个符号 然后呢 写到数据表里面吧 现在展示出来 就会是这么一个小方框 这个要删的话呢 我每个分内都得删一遍 我就没删 就是不管它就行 好 那这是呢 展示这个分内的名称 如果要展示它的复节 它的爷爷节的话 把名称都展出来 就取前面这个PIDPathNemo 如果不展示它上节的话 就展示它自己 就取后面这个 好 这是列表1的展示呢 我们就做到这儿吧 嗯 嗯